中海游的有兩個朋友問 那是883 那這個是Sandy來的 她就說未有貨的 多少錢可以入呢 她說是否可以看14元呢 即是上網 我覺得有機會 但如果在這些位置才去追 問一下Mandy先 Mandy就說早晨 都是883 還有沒有去呢 現家買有沒有風險呢 一定有啦 那你說升了這麼多 就是十幾元升上 但是你看到除了883 大家可以留意就是283 是 一樣這段時間升得多 短線升得更多 所以如果你短線去追 我寧願你追到283 起碼我容易定位止洩 我們知道未來 283和283是有個高追風險 但是我們可以很容易 設定一個止洩位 一個 reasonable 的止洩位 譬如你看283 剛剛破位 283都是一樣破位 在購入的東西就是 油價高企 大家預料未來很久 油早增產等等 這個是短線來講 其中一個市場話題來的 但是如果未來油早增產的話 油價可能不升得那麼多 但是283就是體現價值投資的一件事 比較適合長線 但是如果你做短線的話 既然增產了 那就要求283 所以我們經常都在說 在投資市場上 分清自己做短線還是長線 長線的話我一定會選擇283 安全度不得了 是可以看14元 就算這一刻高增加了 來今來跌下去 40天甚至20天線的位置 我覺得這些股份 可以守著 守著守著 到那些位置再混貨 分兩住 這樣去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短線的話 我們去炒一隻283 炒一隻 來今來真是增產加capax 再爆一層上去 看10.5左右 這些位置 9元只虧了 5毫只薄1元左右 這樣直播就會比較划算 所以我覺得就 短線由股上面升了很多 這些位置追 在這個市場上面都可以 但是直播率不高 說到何謂直播率幾樣東西 就是說 你有一個比較好的expective value 就是上網空間大 上去的機會率高 扣回下去的機會率多少 回多少 你看看283 883這些 10天 就是一個典型的多頭牌 是一個up-chain 但不是今天才知道 就是說在他出業職那段時間 回A 派特別息 很多機會 那我覺得 如果你有這些位置 才去追 的話 一定坐得不舒服 老實說 甚至是落分20天線的位置 那時候買會舒服很多 那這些位置買最怕的是 就是落分20天線 不知道怎麼辦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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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真是好心288三 那應該是隨正前買還是隨正後買 6月9日 其實不看隨正前買 你先出來 在股價上扣給你 是 那如果你做分駐買的時候 沒什麼所謂的 那純粹隨正上面 在股價上扣出來 隨正後買會舒服一點 我覺得至少不用被人落朱筆錢 是 但這個不是你買股票最主要的 可能性的因素 你如果好看隨正前和隨正後 很明顯是極短線的 是 剛才說到極短線 我們不會差183 是 極短線這些位置才追183 想不到太多上升的油印 在那裏 那便買一隻283 反正都沒有顧色 你又不用擔心有隨正的因素 是 顧色率很低的東西 但問題就是 都是高位來的 但起碼我用10天線 左右這些位置做紙舌 我覺得就買下去買都比較舒服 因為10天線你穿了 你沒理由不走 你看到20天線 又要跌多一成 所以我覺得我的策略就會是這樣 是 那10天線做紙舌位 你建議大家現價買 283 283 283你想短炒 你也是現價買 你也是沒有供應的 是 我們覺得硬去追 又是這樣 是 你問我其實 接近9元哪些位置才出售 我覺得可以 起碼我這條10天線 這一刻還有5-6%的風險 是 那便安全一點 但短線追升了那麼多的股份 一定有風險 所以短線永遠都是最划算 就是說什麼 橫行正固正 是準備向上踏破 然後你轉個頭一定問我 有什麼股份 是 雜誌老實說找不到 這個市況就是 似乎 升了一輪的時候要整固 現在處於一個整固階段的機會率都不用 是